日防向岸信夫视察日本最大战舰出云号 声称必须实现F-35B起降 据日本广播协会8日报道 该国防卫大臣岸信夫 当天视察了海上自卫队军舰出云号 并在视察后向媒体声称 为了应对日本当前安全保障环境 必须实现F-35B起降 报道称 出云号目前停靠在 神奈川县海上自卫队横须河基地 岸信夫8日上午在该基地视察了出云号 并确认了F-35B隐形战斗机 起降试验实施后舰艇甲板的情况 NHK称 出云号系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的舰艇 为了达成允许F-35B在甲板上起降的目标 出云号正在进行航母化改装 报道提到 日本海上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合作 于10月进行了F-35B 在出云号上的首次起降试验 近期 日本以所谓安全保障环境研究为由 在推进军事扩张 加速对出云号和同行的加贺号 进行航母化改装是其中的一环 美国动力网站战区频道 曾在报道中评论称 日本从军舰上起降固定翼战斗机 已经中断很长时间了上一次这样的行动 是在1945年太平洋战争中 此后的大部分时间里 日本宪法排除了建造真正航母的可能性 然而 不久之后 日本将拥有自己的固定翼舰载机 这将彻底改变日本海上自卫队 在亚太地区及以外地区的能力 针对日本推进航母化改装 中国军事专家张学峰 接受《环球时报》采访时曾表示 按照现在的计划 日本海上自卫队 有可能在五年内 形成双航母战斗群 就先进入朱队